我們剛剛就證明了,就是最大的樓盤 而且同時我們在證明裡面有多少件事 就是說如果今天F是最大的樓盤 那它GF就不屬於這個樓盤 反過來說就是說如果GF是在真廣路徑 那F就還不屬於這個樓盤 那這個樓盤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有一個就是 最大的樓盤是這樣的 就是最早的方法就是這樣 我就每次看這個殘廣路 它有沒有真廣路 如果有真廣路的話 我就把它就是留滿 然後就收入新的F-Prom 然後並且更新這個樓盤 好長的 好長的 所以現在說 這個就是最簡單 就是Fold Fox 你已經爆到完了 WLW 中間盤啊 Fold Fox 的最大的樓盤 對啊 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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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簡單 它就一開始來樓盤 鐵盤 在幹嘛 風炸它會不會有 快喔 我根本不知道你覺得 是一個 是一個 呃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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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嗎 對啊 有一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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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幾個遊戲 就這樣 就這樣 結束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它 它 存在很好長廣的東西 在居然上 我就 把這個樓盤給我滿 然後 然後 更新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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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然後 所以 做到沒有的方式 那 這個樓盤 只怪它很遠 但是 其實它有一個細節的 就是說 你怎麼知道 不會 沒有 一直 就是點樓盤的 一個 基本要件就是 它要很低 OK 那為什麼它不會 它不是 為什麼它不會 补充回首 所以 家是今天 這個路 遇到一個環了 然後 這個又會整 用這個算法 又一直去走 它不會比較 你看 不用 你在旁邊也會很難 那我這邊可以說 那假設這個環有樣子是一樣 有樣子是一樣 那你就 你的殘餘很厲害 就差了 假設這邊 沒有人不好 再往路一開始就像這樣 2 然後 1 1 1 2 然後你就開始找一下這種 就過來 所以新的才往路 0 這邊領機就像這樣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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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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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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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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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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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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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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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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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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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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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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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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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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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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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拿去怎樣 就變成說你油的次數跟C有關 跟那個油的容量 那這就這樣不好 就這個算法的缺陷 所以 那怎麼覺得這個問題 就另外一個叫做Adomen 所以就直接學這個問題 其實他還有很多 但是就覺得怎麼學到最後一個問題 Adomen 這當然是一個過程 就是學術學術也有一定的過程 有科學發展的過程 只是可以提到 就是他怎麼做 他就是用BFS找 就光 那 什麼叫BFS找是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 很奇怪嗎 就BFS這樣做 就譬如說 像剛剛那個例子 你BFS的話 你這樣 這樣 就是 你就會先 你會優先選那些 BFS可以到的那些 就是最早到的那些 就是最早到的那些 然後 這樣子 你每一次 找一次正光 就是OE 就是 BFS一次 OE OE加E OE 好 那 他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他這樣找 就是他用BFS這樣增廣 他就可以證明了 他最多只要找B1 B1次的解鎖 B1次 就他只要增廣 他只要增廣 就他只要增廣 就是 就是 衝突一架 就是 然後 那每一次正光 要OE BF 對 對 對 他的證明 這個要證明 這個 好複雜 有沒有 其實 也蠻好奇 要怎麼講 我在想說 剛剛遇到那種 很噁心的狀況的時候 這個東西到底會怎麼要掛出 好 等一下喔 你們在想這問題的時候 我們來看 然後再來跟你們說 再來跟你們說 為什麼他正光第一次 就一定會解鎖 好 總之 你用BFS 然後再來跟你們說 這個很simple 可以減攤實現的能力 就可以拿到 贊同 這很棒的東西 很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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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得很... 他變得很...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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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對 前面這邊是有 下面那個是 狀態 這個好像一個 這個是Danding Danding 反正我等一下會講 Danding 就這兩個方式啊 只是我學會來外邊的地方 叫I-Send I-Send也很好 就是現在在 他沒有講 嗯 反正 Eleven你們查應該會查到 反正就是用BFS 就這樣 因為你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每次 真往完之後 你再回頭來 因為你真往一次之後 前往 然後變得多 就可能要回數一次 把這個變回 然後再做 DNS去 然後就可以 按照這個操作 好 那這個事情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另外一個叫做 I-Send 這個是我們 蠻厲害的東西 然後 總有的時候 1987 1987 1980 1980 對 所以是 蠻鮮的 1980 然後 他可以 result O debido 可以比方 這差很多 因為你變得有時候可能可以1千 就點 點可能一碗 別錢 好 不會很大 但是 總之 別贏一定點多 但如果可以比這樣很差 然後他 他一樣也是一些蠻神奇的東西 我那時候就看過那個 我之前高三的選手也是 其實沒有很痛 很了解他一點 超小的 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 反正 核心事物都是 我們都是要去找一條 正管路線然後一直先放 那 如果說 什麼時候呢 就是 就是 你受的狀態是你要把 你絕對的 看就好 就是 誰能夠 誰能夠把那個上線放住 就是 這樣看這門的話 他就是把那個上線放住 就是 增廣上線 放住 那他的 有三把路線都會說 可以增廣 那 如果你也 你要用更好的方式去 說你只要增廣量 起訴的話 就有點難解釋 有點難解釋 我想洗一下 線紙 看看那個 D.O.U 二把 那個 上線 三把 對 沒有 動作 透後 こう 動作 然後 扭 然後 他 快快快快快快 好,讓我想想